最近佛山禅城区石子村一名外来石荒的男子突然发狂 咬伤了一个同乡的妇女的脸部 之后还手持铁铲向群众乱舞 巡逻的民警正好路过将他制服 在这个制服的过程中一个民警被咬伤 在佛山大道的抓捕现场血迹依然清晰可见 民警介绍 昨天下午他们巡逻经过江湾立交时 一名中年妇女满脸鲜血跑来求救 称被一个男子咬伤 两名民警于是沿佛山大道脊椎 该名男子身高一米七左右 身材健壮嘴角流血 怀疑精神有问题 民警试图对他劝说 谁知道他更加暴躁 跑上佛山大道还试图爬上路过的货车 我们趁他拔车的那一瞬间想去拉他 结果他反过来还反抗我们 拳头直接打向我们了 在第二次想要爬车跑的时候 我们就趁那一瞬间就把他给制服了 在抓捕过程中 周厚金的手臂被他咬伤 警服也被扯烂 而受害人潘女士的脸就要缝七针 他说发狂的男子是他的湛江同乡 做收费品的 不过并不熟悉 目前这名男子已经被送往第三医院 接受检查 刘洁 谢谢大家